今天的财经视野 我们要回顾和转望资人的住宅市场 根据市区重建局的预估数据 我国2019年的这个整体资宅价格上扬了2.5% 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三年来的表现 2017年的这个资宅价格就上升了1% 那么看到了2018年资宅价格的涨幅是7.9% 到了去年2019年涨幅只有2.5% 其实这个已经比了2018年的涨幅明显还来的低 不过呢比起2017年是来的高一些的 虽然去年的这个资宅价格涨幅比起前年是缓和了 但是其实资宅的价位已经逼近了历史新高 我们来一起看看这张图表 从1970年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资宅的价格 它是一直的往上升 那么就在2013年的第三季 资宅的价格其实你看到吗 就是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 而这个点其实就是去年2019年第四季的资宅房价指数 可以看到它已经逼近到我们历史新高的这个价位了 根据事件局的预估数据2019年第四季的资宅价格指数是153.3点 那么它和2013年的154.6点呢其实只有微小的差距 还记得从2009年开始资宅价格开始一路攀升到2013年的历史新高水平 那么为了控制不断升高的资宅价格 其实政府在2013年就推出了降温措施 为火热的楼市降火 如今资宅的价格逼近了历史高峰 今年会不会出现另一轮的降温措施呢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欢迎的就是高委环球研究部的总监李敏文 敏文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全球的局势还是一样的是不明朗 然后我们的预估我们的经济预估增长呢也只仅有0.7% 是 这一切的一切 但是这个私宅的这个价格却是不断的攀升 甚至接近我们的历史高点 对 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OK 一方面就是说新加坡是一个避险天堂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国际动荡的局势来看 那新加坡的这个资产会比较受青睐 这也不仅仅反映在私宅 其实也反映在一些商用房地产上面 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外国买家 他对新加坡的私宅是比较青睐的 尤其是在去年的下半年 其实我们看到蛮多中国买家进场 而且他们比较大手笔就是经常是以500万以上的那个单位起跳的 其实尽管2019年的海内外的局势添加 去年自宅的价格还是上涨了2.5% 销量其实也是表现不错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表 根据这个统计呢 2019年共有9925个新私宅单位卖出 和这6年来新私宅的销量相比 2019年的表现相当突出 仅仅比经济增长接近4%的 2017年少了600多个单位 是 为什么我们过去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少过1% 但是呢这个新私宅的却是卖的 跟这个2017年几乎是差不多一样好 有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价格 它其实是根据那个新私宅的销售来做一个对比 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一些大众化私宅 它可能是900到1000块 那今天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这样的价位 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年或者是一年半 其实很多发展商它推出的这个大众化私宅 其实是有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 这个主要是因为之前我们有这个集体出售的 那个风潮是在16到17年之间 那当时发展商为了构地 他们其实是花了一个比较高的溢价去买这些土地 那如果你按照他们的这个利润来算 其实利润空间并没有上升的很多 但是他们买地的那个价格其实是上涨了 至少有10%到15%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新私宅 除非就是有很不明朗的局势 那发展商才会把那个价格调低 暂时是看不到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过去一年其实很多新私宅推出市场 但是他们的价格却没有走软 这也就是造成这个整体上 这个价格指数上升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价格指数 你看我们跟2018年比 其实我们上涨的幅度挺小的 这也就是因为其实整体经济是不太明朗 所以发展商它原本可能可以开价到10%到15% 但是因为它就是取决于这个买家 再加上一个降温措施 他们就把这个定价其实拉高了不是很多 可能5%到7% 所以我们整体看上去 那个私宅是比较稳健的 但是这个买家的买气其实也不减 也是因为这个大利率的环境 我们看到这个可能过去6个月 其实这个利率一直在下调 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央对中央联储局 还是在下调这个利率 那这个地段方面呢 比方说南部地区滨海的那一块 其实这个吸引力是不是也有助长的这个买气呢 有的因为2019年就是我们有看到 它有两个大的宣布嘛 一个是就是政府它宣布了我们的总蓝图 就每5年修改一次总蓝图 那总蓝图你看到一些热点 他们就会根据这个基本上发展上 也会根据这些热点来推出一些新私宅 其中就提到这个滨海 那个南部滨水对地区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接下来会是一个 很时尚的一个地区 可能是跟滨海湾有类似的一个发展的那个规划 那就有一些发展上它就看准了这个卖点 当然那边原本就有一些那个吉巴俱乐部啊 这些地段 然后加上它相当接近中央商业区 所以本身的这个地段也非常好 接下来很多项目确实值得让人家期待 不过去年我们看到了这个私宅销量方面 就卖出了将近一万多个单位 当然价格方面也差不多逼近了历史新高 你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今年政府有没有可能就是推出另一波的降温措施呢 我觉得推出降温措施的可能性不高 一方面你看我们整体上一整年的私宅 只上涨了2.5%吗 基本上跟那个2018年成一个很先年的对比 所以我们是看到说 基本上它的这个经济跟包括我们的就业啊 包括我们的那个收入的增长 其实大概就在这个区间 不会说这个价格已经涨到一个 无法控制的一个地步 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体经济不佳的情况下 如果政府再出手降温的话 其实会对经济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可能它打压这个楼市 但是如果房屋价格下跌的话 有些人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 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外出用餐的次数减少了 或者说我平时购物我可能花一个500块 那我现在可能只花200块 或者说银行那边它可能会就是叫你来top up 就是加那些那个 就消费比较谨慎一些了 对就整体上那个经济会被拖累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大环境下 其实是不太适合就是现在出手 那么这个价格呢 你预计今年是会回升还是会下降 下降的可能性真的是不高 因为我们看这个集体出售 其实它还有一半的项目还没有登场 而且这些项目大多数都是在中央地区 而且它的这个地价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基本上如果发展商 他不觉得经济有一些影响的话 他还是会按照原本的计划就是说 可能在购地的这个价格范围在大概5到7%的这个区间 去调整这个这个价格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就是乌节路啊 包括五阶芝麻 这一代的这个新私宅的价格 其实是上涨了比较快一些 原本大概在两年前乌节路那一代 大概只有两千三左右就可以买到一些私宅 那现在基本上新私宅都是三千块起跳 当然私宅接下来的走势会如何 我们还是要静观起变 今天谢谢我们明文 谢谢 好那么欢迎游览八世界 资讯娱乐网以及诗诚实事的面部 来收看网络视频 诗诚有余我们再会 明天见 明天见